继续讲一下怎么安装Redis 费量平台 Windows里面可以参考这个文章 然后Mac里面直接通过 Brew install Redis就行了 Brew在安装 我们之前讲诺德杰斯 安装AVM 包括安装MySQL 这块都讲了 都已经讲了 所以说你直接去运行 Brew install Redis就可以了 这是Mac用户 然后Windows用户可以参考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写的比较详细 这里面它讲了 第一个就是Windows以下的安装 然后下载地址是什么 然后怎么下载 然后打开文件夹怎么样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到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能做到这一步 就是能启动这个黑色的界面 上面有个Redis server.esd 然后你还能启动这一步 启动这一步 就Redis CLR.esd 就能把这两个黑屏给启动起来 按照这个说明就OK了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大家按照这个做估计 下载可能需要时间 下载完之后估计 五六分钟十来分钟 就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好这是Windows的安装方式 Mac就是通过Brew install Redis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简单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到控制台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这个 Windows它有 可以出来这两个窗口 然后其实这个Mac 也可以出来这两个窗口 就是首先我们要执行一个什么呢 你打开两个窗口吧 等他一下 首先要执行这个叫 就是安装完之后 安装完之后 安装就是这个 我简单写一下吧 Brew install Redis 这样运行回车就行了 安装完之后呢 你执行这个Redis Server 大家看 好 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其实就是Windows里面 就对应的是 这个界面 然后Sore就起来了 然后再执行这个Redis Client OK 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Windows对应的这个界面 大家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两个值 第一个是这个host的这个值 就是主机域的值 第二个就是63T9 就是这个端口 它跟MySQL一样 跟MySQL一样 也是有一个host 有一个port 有一个端口 然后它怎么用呢 其实特别简单 Redis是个什么 是一个keyValue的一个数据库 就是跟我们GS写那个对象 是一样的 特别的 没有什么cycle语句的语法 没有那个 所以说我们怎么用 就是比如说设了一个值的时候 就set set就是关键字 然后比如说我们叫myname 然后值是什么呢 值叫双阅老师 拼音 OK 这就设了完了 然后设了 设了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get myname 就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最基本的使用 当然Redis还有很多其他的命令 但是我们这儿呢 根本用不了那么多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叫 case case 然后case星 case星就能看到 我当前是的所有的k 然后通过这个 remote 比如说myname 不是remote 记错了 是delete delete myname 然后就把这个刚才这个myname给删了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case星 就没有myname了 对吧 我们接着删一下delete name 好 case星 这样的话就没有了 对吧 好 我们再设置回来 set 比如说my mycity 北京 然后get mycity 好 大家看 北京出来了 对吧 就是一个set 一个get 就可以把redis的一个 可以说是80%的操作 或者说90%的操作 就能涵盖 所以说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 我们的session要存在redis中 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一个set 一个get就行了 set的时候 这个case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个userid 对吧 然后value是什么呢 value就是那个session的一些值 还要需要连上 然后get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get userid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整体的思路啊 当然这个至于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包括通过 诺者杰斯是怎么连上的 以及它怎么连到session中的 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去 写代码来讲 好 演示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本节讲这个session和redis的一个总结 第一个你要知道为何要用redis 就是不用redis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一块 我们前面都详细的讲过了 当时讲的是session有两个问题 都跟什么 都跟那个内存有关 当然也跟这个进程内存有关 然后redis就可以解决 对吧 然后第二个redis是个什么场景 mycycle是个什么场景 这都是我们之前用比较多的一个内容讲过的 就是它场景呢 是对应它们的特点呢 redis是个内存数据库 所以说读写比较快 然后但是呢 它内存的价格比较高 成分比较高 而且那个锻炼不稳定 等这些因素 mycycle呢 就是读写稍微可能稍微慢一点 但是呢 它是有硬盘数据库 然后成分比较低 可以随时大量的数据等等 这些特点 所以说呢 它们适合不同的场景 session呢 它就是适合于redis的场景 然后网站数据呢 比如说报告数据呢 就适合于mycycle的场景 gall晚的屏幕 订阅 地点 位置 按赞 订阅